凤林镇公所举行杰出体育成绩颁奖典礼 表扬本届华联献运成绩优秀的选手 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中华软网协会副理事长赖刚宏 还有各校的校长一同来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 共计把放奖金十万七千元 而凤林镇长林建平也表示 希望同学们精益求精 为自己也为家乡创造荣誉 凤林镇长林建平表示凤林镇文风鼎胜 但是在体育活动表现上更是不遑多让 尤其是软式网球 更位居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内外的软式网球赛事 凤林子弟也获奖无数 凤林镇还举办过多场次的国内外软式网球赛事 除了软式网球羽球捉球 亦是凤林镇的体育强项 现赛全国赛屡创夹击 公所也从善的 希望借由所有选手 你们在今年球季获取比赛的名次 公所也表达一个态度 在你们取得优秀的成绩 我们颁八一点的奖金 就是也要谢谢你们为凤林来争光 也希望你们可以借我们比赛 从比赛中球季的锻炼 以及跟所有的比赛 在比赛当中 学习到我们课本上 我们学习不到的另外 唯一人处事之道 或是团体的一个 团体力量的一个展现 那这一年来呢 林镇长呢 照顾我们凤林镇的证明 不论是在 以软式网球为例 不论是在寒暑训 经费上面的补助 以及在国内各项大型的赛事 甚至呢 还有在我们的物资 比如说我们的衣服 球鞋方面 给我们的攻击 这些都造就了我们运动选手 有非常杰出的表现 凤林镇长指出 追求学问很重要 强身健体 同样是重要的 期许获奖的同学们 未来在体育竞赛上 能够精益球精 继续为自己 也为家人创造殊荣 随后获奖的选手 陆续从镇长林建平 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中华软网协会 副理事长赖刚宏等 贵宾的手中 依获奖的名次 接下1000元到1万元 不等的体育奖金 记者凌杰 凤林镇 采访报道